郑夜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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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夜诚之前还演过花千古里身负洪荒之力的南弦乐 大家都知道,荒荒之力是真的可以毁天灭地的 但洪荒之力同样可以造福众生 是福是祸 全在拥有洪荒之力之人一念之间 所以,这个人,必然需要具备一正一邪的质感 世间万物皆被握于其指尖 稍有不慎,便不复存在 果然,郑夜诚将身负洪荒之力的南弦乐身上的阴暗 与明亮结合的非常透彻的气质全部刻画出来了 广告 还有之后最玲珑里的玲珑史 也是郑夜诚饰演的 能发动巫族禁述九转玲珑镇的清晨果然是非常厉害的 毕竟九转玲珑镇是打破现实世界重构了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呢,作为九转玲珑镇守护者的玲珑史亦是神秘高人 玲珑镇的生死存亡,也许同样就是在玲珑史的一念之间 广告,所谓镇在人在,镇亡人亡,所有人历经的国破家亡,生死爱恨 皆由一个玲珑镇缔造,玲珑镇的存在无异于世创世纪的力量 而能守护玲珑镇的玲珑史,必然不容小觑 纵观郑夜诚演绎的沐月,南弦乐 玲珑史这三个角色,郑夜诚真的称得上灭罢笨罢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欢迎留言交流,文字原创,图片来自网路 最走心的影视人物分析,最独特的影评剧评交流 前段时间的魅者吴江把我虐得心疼 前些天的轻视妖言和等到烟暖雨收把我哭得稀里哗啦 刚调整好情绪,一部主扑CP虐烈的网剧《成堂幻夜》马上要播出 估计我还得被一些纸巾,夜远安,无欠 是 作为一位标准的千金小姐,不爱红妆爱武装 不仅性格大大咧咧,平时还喜欢寒侠仗义 她原本非常崇拜,甚至是爱慕赵兰芝,张雨剑 是 是,佩服她的破案效力,佩服她的洞察能力 沐月,正夜诚 是,作为一位天赋异禀的侠侍 因为失忆,由侠侍变为奴隶 也是特凄惨了点 她误把误状被夜远安买来当奴隶 日久生情无可救要爱上了夜远安 看来最初,这是一段三角恋的故事,广告 可往下看,这位赵兰芝也是有追求者的 那就是明慧 董奇 是 明慧拒绝门当部队的裴贤雅 翟天林 是 一门心思追求赵兰芝 按理说明慧是郡主 而且美若天仙 至谋也极高 夜远安和明慧竞争明显是处于劣势 经过大大小小的案件 四个人都发现了内心的真爱 穆勒不只拿夜远安当主人 更是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 夜远安也发觉自己爱上了穆月 赵兰芝不再徘徊于夜远安和明慧之间 做出了爱的选择 广告 四个人抛弃千贤 共同挫败国师天桥 刘天佐 是 夺取至宝九星念珠的阴谋 还一同去穆月的家园 帮助他平定家园的叛乱 听说小说结尾很虐 男主死了 不知道在剧中 会不会有个好一点的结局 成堂幻夜将于明天在腾讯视频播出 你会支持他吗 文 云于10月17日原创 抄袭必究 图 网络青山 本文为作者原创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一直备受大家关注的古装 魔幻探案剧成堂幻夜 终于官宣定当 看到这个消息 大家有没有很激动呢 该剧是由 阎晴天后缅圈撰写的原创剧本 在如今改编小说的大浪潮中 有原创剧本真的好厉害啊 此剧由吴倩 郑夜诚 张雨静等人主演 从之前爆出的剧照来看 吴倩的堂装还是挺不错的 透露住一股机灵俏皮静 男装的装扮也很英气 男主的颜值还可以 就是这棕色的发色是什么鬼啊 从自己的欣赏水准来看 不喜欢 两位演技在年轻演员中比较可以的 广告 该剧主要讲述了盛唐时期 库布施郎千金夜远安 来历不明的马努穆勒 武功高强的捕头赵兰芝 以及国师高徒明慧郡主 四人组成探案小队 在寻找九星天珠的过程中 与恶势力斗争 屡破奇案的故事 文追剧德勒吧 广告 从剧情来看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破案题材的一直都备受大众的喜爱 而且男女主角在剧中的主徒CP 全程填宠不断哟 10月18日晚腾讯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哟 本文由追剧德勒八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一起尝试试 本文为作者原创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由浙江华策影视 霍尔果斯华策影视 北京自由库京影业 霍尔果斯橄榄影业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联合出品 周小鹏指导 谬捐编剧吴倩正夜诚张雨健 董奇领贤主演的反套路古装探案 清洗填案剧城堂幻夜 将于今晚正式上线 今日CP版海报首度曝光 天然来袭 海报上两对恋人相互倚靠 眼神坚毅的注视前方 甜蜜氛围瞬间引爆观众好奇心 CP海报天然来袭 吴倩正夜诚战斗状态亮相 都说最好的爱情状态是 势均力敌 今日发布的CP海报中 叶远安 吴倩市 与沐月 正夜诚市 组成的叶木CP 并肩作战 剧中 叶远安并非传统傻白田人设 自然无需依靠在沐月身后求保护 而如同原著老师缪圈所形容 沐月虽然暂时是马奴身份 内心却始终强大而倔强 画面中 叶远安手指弩剑 身住悬衣男装 发际高高竖起 剑眉紧促 而沐月则一身抑郁装扮 虽然双手被镣靠束缚 但眼神仍旧凌厉 二人均目视前方 散发出是不可挡的气魄 另一边 明知CP 钟赵兰芝 张宇剑市 身住红黑色骨块长服 手握长剑威风凛凛 而明慧郡主 董骑市 则一身立落叶形黑衣 双手紧握自己的长边 二人似乎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广告 两张海报分别以淡绿和前子为主 远山 刘云 九四交相会应 呼之欲出的四位主角 预示住城堂探案小分队即将上线和启程 无论前方有何危险 也要持续封城而来 与你并肩作战 两张恬然交织的海报各有看点 令观众对城堂探案小队即将发生的故事格外期待 品质创作张贤走新细节 夜幕CP 谈情探爱今日上线 今晚 城堂换夜正式首播 全世界最好的小主子叶远安将街头偶遇赃遍王子穆月 远安美人就英雄 穆月南马就美人 就此结下生死之缘 值得一提的是 昨日 由吴倩演唱的穆雪梁全网上线 抢先引爆粉丝期待持 一厢春网 一夜雪盲 凡是醒来 再聚何样 若指手盈盈暗香 长烟飘往 谁愿流芳 犹为一场 破镜重场 交彼此太吃亮 婉转歌声娓娓道来 暗示出夜幕CP 这对观佩田而深情的感情走向 另外一边 高棱老干部说叫狂魔赵兰之一出场便是一场激烈的夜中打戏 奉命调查阿芙蓉走私和花魁自然案 明慧郡竹也将经硬上线 他自带谜团一般的身份与立场 与三人共同卷入一系列因寻找天珠而产生的离奇命案之中 一系列复杂缠绕的故事即将在繁盛藏朝的洛阳城中拉开序幕 悬疑案情和田队恋情都令人期待不已 广告 走心是城堂幻夜在创作中最看重的品质 该剧原著作者知名编剧Miu娟为剧本亲自操刀 在创作的过程中重视细节重视情感的细微表达 无论是你强我也强风水轮流转的新奇爱情 还是叶远安等角色成长时无法割舍的家国大义 都映射出现实生活中的云云众生 此外 由凭借秀春刀获得金马奖的桑林担任舞指 资深设计师王笑宇担任美术指导 成堂幻夜以真刀实践 全拳到肉的高软打气 让人肾上像素飙升 金碧辉煌的慈恩寺 商铺民意的洛阳街道 也将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这样的走心精神 也是花测影视在该剧中所贯彻的理念 据悉 成堂幻夜同名小说正在连载中 叶远安与沐月的天宠爱情能否修成正果 圣堂四大男神将如何破其案 寻天珠 10月18日起 看大堂守队守护戏官配如何驯服爱情 更多 我治愿